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讲后面内容 我们来看第三 常用的收入确认无比的手段 这块内容一定要多读 为什么呀 因为你看我们在前面就说了 我们本章主要是考主管题的 也是考综合题的 综合题的第一部分叫做风险评估 你要根据被省单位提供的资料一 它的经济活动 然后资料二财务数据来识别 哪个地方有风险 而少不了收入这块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对收入 可能在哪些方面会无比 它采用哪些方法 哪些手段你无比要熟悉 因为只有我们见多才识广 这样的话碰到这种题目 你才能够一眼看出来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类 它的风险是虚增收入或提前确认收入 那这一类呢 是咱们考试最容易出现的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 主要考上市公司大型的企业集团 他们的利益诉求往往就是要虚增收入 虚减成本费用 最终让利润漂亮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无比的手段就是虚购销售 因为多计嘛 那不就是无中孙有 虚增虚购吗 在无存货实物流转的情况下 通过与其他方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 虚购存货的净出库 并通过伪造出库单 发运单验收单等单据 以及虚开商品的发票虚购收入 你看本来他没有真实的销售 但是呢他现在要把这个收入拉高 那怎么弄呢 那就虚购呗 一整套全部虚购 因为我们要在账上记录一笔销售收入的话 必须要有相应的原始凭证对吧 像我们的出库单 发运单 然后验收单 还有我们的合同发票等等 那么这一套他都要伪造 往往他容易和谁一起来配合造假呢 往往是和他的关联方 注意一提到关联方 最容易想到就是舞弊造假的问题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二 在多方串通的情况下 通过与其他方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 并通过存货的实物流转 真实的交易单据 然后资金流转配合虚购收入 你看我们第一种方式呢 相对来说假的比较厉害 它一条龙都是假的 所有单据都是伪造的对吧 而我们的第二种方式呢 合同是欠的是假的 但是呢 它实物是有流转的 然后资金流要配合 这样来虚购收入 那第二种方式 比第一种方式要相对高明点 接着第三 被审单位根据所处行业的特点 虚购销售交易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来感受一下 我们这些上市公司 他们是怎么来舞弊 怎么来虚购收入的 这是2017年的一个案例啊 这个案例很经典 证监会查处了一起上市公司 跨境财务造假案 那么这家公司不仅将建材 自买自卖 自己买进来 自己卖出去 然后假冒跨国的生意 而且还想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 把假生意做到巴基斯坦 你看 套着这个大的概念 这个大的噱头 说一带一路 然后呢 把这种假的生意做到了国外 做到了巴基斯坦 但经过监管机构的跨境调查 参与巴基斯坦的项目 完全自居无有 公司在年报当中 撒下了弥天大谎 注意 它完全是假的 是凭空捏造的 是无中生有的 你看外公司2015年8月成功 借口上市 当年年报显示外公司与巴基斯坦 沃尔坦市开展的城市 快速公交专线项目 实现收入超过两个亿 看到吗 就这么一个项目超过两个月 然后这么大单的跨国生意 让外公司年报闪闪发亮 不过调查人员发现 这笔收入是有问题的 那什么问题呢 我们接着看 它是怎么造假的 证监会的调查人员发现 从资金链来讲 经过我们调查 外公司的回款主要来源于 外公司本身控制的公司 看到吗 那按正常来说 它如果销售给了客户 销售给我们巴基斯坦的公司 那应该是由巴基斯坦公司 给它回款对吗 但是却发现 它的回款是来自 自己控制的公司 也就是说自己的子公司 向自己回款 这就有问题了 有猫腻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中国境内的公司 根本就不是巴基斯坦方面 转的钱 说明它的资金流是有问题的 接着 据了解 巴基斯坦的 穆尔坦项目业主方为 穆尔坦发展署 然后建设城市快速公交线 总投资是超过了3.5亿美元 不过穆尔坦发展署 根本没有和Y公司合作 因此它所说的收入 完全是子虚无有的 看到吗 这就是典型的构造 虚假的收入 然后证监会的电脑产人员呢 调查发现 Y公司没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建设 而是找了一家海外的公司 伪造了一个虚假的工程建设合同 这个合同压根就没有旅行 看到吗 这是典型的虚构收入 并且注意看 为了圆谎 Y公司还自导自演了一场 将建材出口到巴基斯坦的好戏 自导自演啊 把建材出口 那在Y公司建造这个工程的过程中 向海外出口了一笔建筑材料 公司声称这批建筑材料 就是用于巴基斯坦 穆尔坦公交车站的建设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建筑材料 实际上压根没有运送到巴基斯坦 它送到哪呢 它是通过我们第三方公司 把这些材料进口回来 以这种方式达到了虚构海外工程 在施工的假象 也就是说 它把这个材料运出去 然后从第三方公司 把它运回来 那这样来形成一个循环 来达到虚构海外工程 在施工的假象 接着证监会曾经要求公司 及相关的中介机构 前往穆尔坦核实该项目 但Y公司相关人员 根本没有去穆尔坦市 施工现场的照片 全部都是PS 全部都是假的 15年 Y公司以虚假采购的方式上 资金转入 其控制的AB关联公司 看到吗 他把资金打到他控制的公司 再通过CD等客户 将资金以销售款的名义 转回构建资金循环 伪造真实的资金流 因为他既然弄了收入 这块做了造假 那么他就要想到 他所有的这些 要形成一套循环 我们的收入对应的有啥 对应的有相应的单据 对吧 那单据最终还对应什么 还对应有资金流 所以他在资金流 这块也要跟着造假 同年 Y公司和境外公司 伪造虚假的建材料出口合同 将曝光出口至安格拉的 货物运送至香港 然后再由控制的关联公司 将货物进口回中国 看到吗 他把这个货物出口出去了 然后送到香港 再从香港又把它运回来了 这整个一套都是假的 好 这就是典型的虚构收入 好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种方式 进行显示公寓的交易 什么叫显示公寓呢 你看我这支笔 假如说市面上 正常的卖价15块钱一只 现在呢 我把这笔卖给我的兄弟公司 兄弟公司嘛 一定要帮个忙了 对吧 那我卖给他大家说应该多少钱 有同学说 给兄弟公司应该打折 12块钱 错了 我卖给兄弟公司卖150块钱一只 比市场价高10倍 这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 因为很简单 你看我高10倍卖给他 那我这个收入都很容易被拉高 对不对 因此 这就是显示公寓的交易 那我们来看 通过与未披露的关联方 或者真实非关联方 进行显示公寓的交易 还有呢 通过出售关联方的股权 使之形式上不构成关联方 但仍以之进行显示公寓的交易 或未来潜在的关联方 进行显示公寓的交易 你看了吗 第一个 我就找我自己的兄弟公司 第二个是 我表面上看上去 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实质上我们就是关联方 好 接着与同一个客户 或同一方 控制的多个客户 在各期发生多次交易 通过调节各次交易的商品销售价格 调节各期销售收入金额 我把这个收入拉高 你看我们还经常频繁的往来 频繁的交易 我把收入拉得非常之高 这样来做大我的收入 接着我们看第三种方式 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之前确认销售收入 那按照我们 且快准则 收入相关的一个规定 一定是客户取得了控制权 那我们才能确认收入 对吧 而现在客户还没取得控制权 我们就早早的确认收入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这个收入拉高呀 想要需增 需购收入呀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到题目 这道题呢 是2010年的题目 稍微做了一下修改 这道题虽然说有点年头了 但是这道题蛮经典的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考的什么呢 未取得控制权之前就全收入了 资料一 A注射会计师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所了解的假公司的情况及其环境 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第四 11月起 假公司将A产品交货方式 由假公司仓库交货 改为运输至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交货 而且要交客户签收 但客户需要承担假公司 因此而发生的运费的8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在拿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我们第七章给大家讲的 风险评估的三部曲 第一步怎么办 第一步看它的资料一 也就是背省单位的经济活动 开始建立预期 要把自己带入进去 如果我是这家公司的财务员 我对此应该如何进行快速处理 我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预期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资料一 那看到资料一之后 我们就想 你看它从11月开始 把这种交货的方式改变了 原来呢很幸福 原来是直接只要出了我的仓库 马上就意味着空前转移 我就可以全收了 而现在呢 现在改成了一定要交到客户的手上 客户签收了之后 我才能够全收 那么中间就会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在12月的30号 销售了一批货物 按照我们原来的方式 只要这个货物出了我的仓库 我马上就意味着 那我能不能在12月30号确认 可以的 对吧 只要一出仓库就确认啊 但是现在行吗 现在注意不行了 因为一定要运到客户的手中才可以 除非这个客户离我特别近 我当天就运到了 那如果现在我们的假公司是位于广州 然后呢 这个客户是位于哈尔滨 他现在要从广州运到哈尔滨 可能需要10天半个月 假如说我们需要14天吧 两周才运到 那14天以后 运到了哈尔滨 交到了客户手上 这时候才能够全收 你看按照我们原来的方式 在12月30号的时候 就能马上全收 但是按照新的 这种更改的方式 一定要到1月14号再全收 对吧 这样中间就容易出现 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由于这种 方式的变更 那容易导致什么风险呢 很可能假公司发完货 也就是这货 一出货马上就全收 相当于提前全收 我们看完这个信息以后 要在信息间 这样的一期哈 那接着我们来看 它的资料二 也就是我们假公司 它的财务数据 营业收入A产品 3000万 营业成本A产品2000万 运输费120万 然后08年是没有数据的 那这个数据倒是 没看出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通过 资料一的相关信息 我们基本上 就可以有一种预期 对于这种情况 很容易出现 提前全收的问题 对吧 因此我们来看 答案 是否存在重大错 风险呢 是的 理由是什么呢 假公司主要产品的 交货方式的改变 可能涉及相关产品 控制权 10点的改变 由发货转移 推迟到运速至 客户指定的交货地点 交客户签收后才转移 注意这时间 可能多了十几天 如果是离得特别远的客户 那可能拖的时间会更长 因此可能存在 假公司在发货时 即提前确认 相关营业收入的一个风险 好 很可能是我们假公司 为了让自己的收入 变高一些 本来应该是半个月 20天以后才全收入 我早早就全收入了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 这就是我们写的理由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风险评估的第三步 而涉及到 什么样的报表项目 涉及到什么认定呢 你看这道题 它已经给我们给出来了 收入成本 对吧 所以这道题很典型 是营业收入 然后营业成本 那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最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虚增虚构呗 不该确认的时候 就提前确认了呗 因此它违反的是发生认定 那接着呢 注意存货是完整性认定 有很多同学就弄不太明白 为什么是存货是完整性认定呢 那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 你看 我们的收入是怎么确认的 是不是应该是借 应收账款 我解成应收哈 然后贷 我们的主营业务收入 我们不考虑税费 然后接下来是借 主营业务成本 然后贷什么 贷存货 对吧 它本来应该在 1月14号 确认收入 然后同时 是截转我们存货的 但是它现在呢 在12月30号 就已经确认收入 并且早早的就截转了 本来在12月30号的时候 我们的账上存货 应该是5000万 应该是5000万 因为还不到 确认收入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它提前把它截转了 然后我们 在12月31号 这个时点 存货就变成了多少 变成了3000万 因为它截转掉了2000万 看12月31号 这个时点 它是3000万 而实际上正确的 应该是5000万 这样存货 是不是少计了呀 所以注意 我们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是发生 而存货呢 是完整计 存货 从正确的账务处理来看 它少计了 这是同学们 特别容易弄错弄混的地方 那么这条题的关键点 在哪里呢 关键点就在于 它改了我们的方式 呦 原来出库就确认 改成了交到客户指定的地点 而且客户签收以后确认 中间就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好 这是我们这条题 好 我们接着看第四种方式 第四种方式是什么 通过隐瞒退货条款 在发货时全额确认销售 我们本来和客户签了有退货条款 你不满意 没问题 随便退货 对吧 就像咱们现在网上购物 都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但是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条款满下来 然后只要一发完 我马上全收入 那接着第五 通过隐瞒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售后回购或售后租回协议 从而将我们售后回购或租回发出的商品 作为销售商品 确认收入 你看 售后回购或售后回租 按照我们企业会计准则的相规定 是不能确认收入 但是我现在就把它确认成收入了 接着我们看第六 在被审计单位属于代理人的情况下 那被审计单位按主要责任的确认收入 所以代理人那确认收入和我们主要人人确认收入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现在按照主要责任人确认收入的话 收入会增很大一块 接着我们看第七 对于属于某一时段内履约的销售交易 通过高估履约进度的方法实现当期多确认 本来我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才能够分期确认 但是我全部提前到最开始一段确认 第八 当存在多种可供选择收入确认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是随意变更 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 注意 其实我们在选择这些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的 一定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 选择最适合自己企业的 对吧 而我们现在被审计单位是根据自己需要的利润来 我需要什么样的收入 我需要什么样的利润 我就是随意从其中选一种方法 哪怕不适合我们企业 具体的情况我也选它 那这很显然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操纵利润 是为了粉丝报表 好 这是我们相关的手段 下面呢 我们通过咱们考试的真题来具体的感受一下 我们被审计单位到底如何造假 并且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做这样的题目 因为这才是我们考试爱考的方式 好 这是2013年的综合体 假公司是ABC会计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轨道交通配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AZUS会计师负责审计假公司18年度的财务报表 那确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是1000万元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500万元 资料一 好 资料一都是记录被审计单位的经济活动 我们读完资料一 就要在心里建立一期 A产品于12年的11月停产 12年年末呢 某经销商采用交货提款的方式 购买了最后一批产品 注意 他说了11月就停产了 然后呢 这个经销商买的是最后一批 后面还有吗 没有了 因为停产了 假公司已收到货款200万元 并开具了发票和发育评证 然后经销商在验收时 发现该批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的要求 双方尚未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看到这儿 我们就要在心里建立一个什么预期 你看他11月停产 然后我们这个经销商 把最后一批产品买走了 但是 他拿到这个产品以后 觉得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 不符合同要求 现在双方还在切磋 看到底怎么处理 那看到这以后我们就要想 他虽然说已经开了发票 已经开了发育评单 对方也收到货了 然后把这个货款200万打过来了 请问我们的假公司 在现在这个时点能不能确认销售收入 有同学说那肯定不能啊 因为这个有可能推货啊 这个质量有问题 不符合合同的一个要求 那这样的话是不能确认的 对吧 所以我们建立的心理预期就是 不能全收 好这是第一步 读完资料一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带入进去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筷子 我应该怎么处理 我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心理预期 接着看资料二 嗯看 假公司它究竟是怎么处理 Instit会计师在审计工作的底稿中 记录了假公司的财务数据 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营业收入 A产品 去年是2000万 今年是1200万 的确是降了 因为11月就停产了 然后去年是1800万成本 今年是90万 接着我们看去年年底 存货的数量是400万 今年是零 这里要注意了 这个存货为什么在这写零呢 说明什么 说明它把所有的存货 都截转掉了 大家想一想 什么情况下 截转存货 你看刚才我给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快捷分布 借应收场馆 带主营友收入 然后借我们的主营友成本 带库存商品 对吧 说明它把A产品 全部都已经截转掉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200万的收入 它已经完全确认了 嗯 我们刚才说了 它和这个经销商 还在扯皮呢 还在切磋呢 看到底怎么弄 这种情况之下能确认收入吗 肯定不能啊 对吧 压根不合我们收入确认的条件呀 有可能对方要退货的呀 所以它很显然是提前确认了收入 不该确认收入的时候 就确认了收入 对吗 而且有可能这收入确认的金额也是不对的 因为对方如果要退货 我退上一大半 否则全退 你能确认吗 不能 对吧 所以这块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 它是否存在重大错风险呢 很显然是 接着我们来看理由 经销商提出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的规定 产品很可能会被退回 然后A产品在年末存货余额为零 表明假公司已确认该比销售收入 并截转营业成本 存货成本 存在可能多几营业收入和成本的风险 对吧 那这条题 它的体验就在这 存货为零 说明最后的一批产品 那200万产品 它完完全解断掉了 因此它对应的认定就是 营业收入许增虚构 营业成本虚增虚构 存货 少计 楼计了 那我们营业收入是发生认定 营业成本是发生认定 存货是完整性 好 这是这条题 你看 它有退货的情况 它先确认了收入 这是有问题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条题 设备 未安装调试和验收 去全收入了 这也是不符合 我们收入确认条件的 那2017年的整体 甲公司是ABC 会计事务所的 常年成绩客户 主要从事电器设备的 生产与销售 A注册会计师 负责是甲公司 16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是300万元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210万元 资料一 A注册会计师 在工作底稿 记录了所了解 甲公司的情况 及其环境 公司16年中标成为 谋体管的设备供应商 合同约定 注意啊 一看到合同约定 你就要仔细的看 玩玩这里面藏有 它收入应该确认的条件 那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件来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应该全收 看这个合同怎么规定呢 设备在安装调试后 验收 看到吗 你必须要给我安装调试完 然后我才验收 那一定是对方验收完 我们才能全收 对吧 那验收的前提是 验收前提一定是调试呀 接着看 16年末相关设备 已经应抵建设的现场 并经客户签收 这地方就要注意了 看 这就是我们在做主观题的时候 对当中的文字描述 一定要极其的敏感 你看 它的合同 明运约定是 你给我送到火 送完了以后呢 你调试 调试 安装好 然后我才验收 而你看 这里面给的信息是 16年末的时候 设备已经运到了 我们建设的现场 经客户签收 注意 经客户签收意味着啥 意味着只是这个货到 这个设备 调试完了吗 安装完了吗 没有 对方验收完了吗 没有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想想 这批设备 你能不能全收 肯定不能啊 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 对吗 所以我们建认 建立这种预期之后 我们来看 它怎么处理的 假公司如何处理的 看它的财务数据 A注射会计师 在实际工作的定告中 记录了假公司的财务数据 部分内容 在楼下 营业收入体育馆的设备 6000万 16年末 然后15年是零 看 它在 把这个设备运过去之后 就直接确认 这个对吗 肯定不对啊 根本没有安装 没有调试 客户没钱 没有验收 对吧 那么 根本不符合 我们收入确认条件 它却早早的就确认了 因此这块 也是有问题的 好 我们来看 有没有风险 是的 然后理由是什么 16年末 设备运底建设现场 并经客户签收 但未安装 调试与验收 注意啊 运到客户签收 和安装调试完以后 验收是两码事 是两个概念 不要弄混 不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但是资料二显示啥 显示这个公司 已经确认了收入了 所以 这明显是高估了 我们营业收入 因此 营业收入是 违反的发生任意 另外呢 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 你看 这条题还限定了一下 针对资料一的第二项 其和资料二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数资料一所设的事项 是否存在重大出口风险 如果有的话 简要说明理由 并且要说明 该风险 主要与哪些报表项目相关 这道题 它明明确确的限制了 你就在这些报表项目当中考虑 你不用多考虑 你看它限制了什么 营收账款 存货 固定资产 再建工程 开发支出 然后递延收益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产减损 营业外收入 然后其他的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这道题 我们在报表项目当中 只看了一个营业收入 有没有营业成本 没有 有没有存货 没有 所以我们写认定的时候 我们只写营业收入 它违反了发生认定 这样大家明白吗 如果这道题既有成本 又有存货 那我们就要像前面两道题一样的 把其他的认定都写上 好 只要看我们题目 具体它给出什么样的财务数据 那我们就根据它的财务数据来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看代理人和主要责任人 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这是2016年的真题做了下修改 上市公司 假公司是ABC 会计事务所的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电子商务业务 ASUS会计师 负责任假公司 应用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是600万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360万 明显微笑 初报零件只是30万 资料一 ASUS会计师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对假公司 及其环境的了解 部分内容在了多下 假公司自2015年 开始引进第三方店家 并为其提供平台交易支持和收付款 代理服务 2015年 第三方店家的交易额 占平台总额的六分之一 这里要注意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 你看 假公司在2015年开始引进第三方店家 而且为他提供平台交易支持 你到我这个平台来 你看就像淘宝 就像京东 对吧 他们其实本质就是个电商平台 然后各个商家都进入这个平台 由我们的淘宝京东为他提供交易的支持 还有收付款代理服务 那我们在京东啊 淘宝他收什么费 他不就收这块代理费吗 可能你交易了100块钱 你给我交易一块钱的代理费 我收1% 对吧 这就是我们电商平台主要赚钱的一种方式 然后2015年度第三方店家的交易额 占平台总额的六分之一 这说明什么 说明第三方进入的还是比较多的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信息以后 我们在心里就要建立个预期 注意 那第三方在我们平台上销售 请问他是不是假公司的销售收入 我们假公司赚的是什么钱 注意我们假公司赚的仅仅是这1%的手续费 当然 这道题没有明确告诉我们 他的手续费的比例是多少 我只是举个例子 好 我们这种电商平台 他实际上赚的就是这个手续费 你卖了100块钱 我就赚1块钱 你卖了1万我就赚100块钱 对吧 好赚1% 因此我们应该有这种心理预期 我只是赚一个代理费或者要服务费而已 那接着我们来看资料 看一下假公司他的财务数据 首先 15年末 营业收入往上商城自营 注意啊 这是自营 就像是我们京东自营一样的 收入是5个亿 去年是4个亿 然后成本 去年是3.4个亿 今年是4.4个亿 接着营业收入往上商城代理 那这个代理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信息 我给别人提供平台 然后给别人提供服务 我赚点代理费 那注意看 他往上商城的代理是多少呢 是一个亿 然后成本是9千万 这里要注意一下 你看我们刚才的提供信息说了 15年度第三方店家交易额 占到平台总额的6分之一 他明确说的是6分之一 你看这里是5个亿 这里是一个亿 加在一起的确是6个亿 那么我们代理的一个收入是一个亿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把我们其他的商家 就是第三方的店家 他们的销售额 全部记在我们自己的头上了 这种处理对吗 注意压根不对 因为我们的假公司 他的本质只是一个代理人而已 他赚的是一个代理费 就是我刚才说了赚个1% 这样的一个代理费 手续费或者叫服务费 对吧那这个销售的一个亿的商品的收入 是我们假公司的收入吗 压根不是 因为我们假公司他不是主要责任人 好他这种处理方式是完全错了 假如说我们是按1%来的话 他这里应该确认的收入就应该是100万 只是一个代理收入而已 对不对 而不是一个亿 好注意这是错了 那我们来看 是否存在重大错误风险 是的 然后网上商城代理的收入不应 确认为被审理单位的收入 存在高供应的收入的风险 这压根不是他的收入 他只赚一个服务费代理费而已 对不对 他应该赚的是100万 怎么的是一个亿呢 这许赠了多少呀 太吓人了 好 因此 你也是违反发生认定 取证取够了 你也成本也是发生认定 存货还是完整性认定 看到了吗 这是我们这道题 代理人和主要是责任人的混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应在一段时间里全收入 你看通过这些我们考过的真题 才有种感觉 哦 判到这种题目 我应该怎么来判断 这里面就需要 第一 要有会计的基础知识 对吗 第二 要懂咱们应该怎么 分险评估 分险评估的三步去 第一步 建立一期 第二步 寻找差异 第三步对应认定 那第三 一定要具备认定的基本知识 应该是存在呢 还是发生呢 还是完整性呢 是吧 好 我们现在综合应 我们接着再来的看道题 这是2017年的真题 提头我就不念了 我念我们核心的资料一 资料 那资料一 A注册管理师 在审议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所了解的 假公司的情况及环境 部分内容 在录如下 2016年的4月 假公司推出 加盟 饮运模式 一次性收取加盟费 50万元 注意加盟付来了 然后提供5年的 加盟期间的 培训和网络付 这里注意啊 他这50万 是提供几年的付 5年 16年度 假公司 共收到加盟费 3000万元 那我想问一下 同学们 你说 我一加 收加盟费 50万 然后一共付5年 我每年应该确认多少 那应该确认 10万 对不对 应该分期确认嘛 那他当年一共收到了 3000万 那我就应该除以5 对吧 接着我们来看他的资料 看一下 被审议单位 他们如何做的 会计处理 A注册会计师 在工作地稿 记录了 假公司的财务数据 部分内容在5页下 营业收入 加盟费收入 3000万 看到了吗 我们刚才说了 这3000万应该分5年 分期来就确认 他可好 一下全部确认到 我们16年 然后171819 后面不管了 全部放在当年 这样对吗 那肯定不对呀 来 我们看 他是否存在 重大爆风险的 是的 那加盟费 应当在整个加盟期间 确认 不能一次性 记录收入 对不对 所以他这种 确认方式错了 那我们接着看 他违反 哪些认定呢 跟哪些报表项目相关呢 注意 首先是营业收入 他虚增虚构了 是发生的 另外一块呢 他收到这个 每加50万 然后分5年 一个服务期 那么这块是典型的 是我们的合同负债 对吧 因此合同负债这块 是完整性的问题 他当年应该确认的 就是我们3000万的 五分之一 也就是600万 然后剩下2400万 应该放在我们合同负债当中 但是现在合同负债 完全是零 所以合同负债是 少计入计了 嗯 这是我们这道题 好 我们刚才通过 我们的真题 来感受一下 被省计单位 它是如何 在我们收入上 玩出一些新花样的 并且我们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的 那接着我们往后看 第九 选择与销售模式 不匹配的收入 确认 快捷政策 和它的模式 完全不匹配 那为什么选择不匹配的 很简单 嗯 我要虚增虚构收入呀 我要把我的收入拉高呀 我要粉饰我的财务报表呀 要操纵利润呀 第十 通过调整与单独售价 和可变对价 相关的快据估计 达到多计或提前权收入目的 你看 如果存在可变对价 那我把它操纵一下 调整一下 因为它是变化的 对不对 那我就变到 对我有利的一面去 第十一 对于存在多项 履约义务的销售交易 我也对各项 履约义务单独进行核酸 而整体作为一个 单项履约义务 一次性全收入 那么这一点 就跟我们刚才的 加门费有点像 当然形势不一样 这是我说有点像 本来它应该是 多项履约义务 应该分别进行确认 它现在呢 全部作为一项 一次性全收入 第十二 对于应整体作为 单项履约义务的销售交易 然后通过将其猜分为 多项运用达到提前全收入的目的 我把一个单项猜猜猜猜 猜了以后 把一小块 我就可以提前确认了 你看这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舞弊的手段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二大类 那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大类都是 虚增虚构收入 都是多级的问题 都是高估的问题 那么第二大类呢 就是我们低估的问题 少计收入 因为这一类呢 往往在民企也比较常见 咱们考试的时候 这里不常见 那我们第一大类 考试的时候经常出现 好 下面呢 我们要来见识一下 因为我们一定是 见多才能试光 那见得多了以后 我们碰到这种问题 我们马上就能想起来 好 第一 被审单位在满足收入 确认条件以后 不确认收入 将收到的货款 作为负债挂账 或者转入本单位 以外的其他账户 你看这种 在我们民企业最常见了 对不对 好 我动不动就挂在负债上去 不确认收入 延迟确认收入 推后确认收入 那我把这个收入藏起来 为啥 少交税呀 第二 被审单位采用 以旧换新的方式 销售商品时 将新旧商品的差价 全收入 注意 你看 它以旧换新 我的这个 新的产品是1000万 然后旧的呢 抵的是 抵的是 假设说是400万 那正常我应该 确认收入1000万 对不对 现在我呢 玩一个小小的花样 我用差价 用1000万减去400万 那用确认600万收 这样无形中 我就少确认400万呀 我少交400万的税呢 第三 对于硬采用总额法 确认收入的 采用金额法进行确认 本来应该是总额法 我现在采用 差价的方式金额法 把它基础缩小 少交税 那对我民营企业来说 它主要的诉求就是 收入一定要做小 成本一定要做大 往往很多私营企业组 就到处去找发票 对吧 就是想把成本做大一样 然后最后达到了 少交税的目的 第四 对于属于某一个时段内 履约的销售交易 被省但未按实际的 履约进度 全收入 或采用实践法全收 你看本来 我的这个 履约进度 已经达到了70% 按正常来说 我的收入总是1000万 我现在就应该 确认700万对吧 但是呢 我不按这个70%来 我按30%来 我就确认个300万 这样无限中 我少计400万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到立体 来感受一下 什么是总额法和进入法 如何全收 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 我们考试的时候 怎么考的 这19年的整体 甲公司是ABC会计事务所的 厂业生意客户 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 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A注册会计师 负责甲公司 18年度的报表 确定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1000万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500万 资料1 A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工作底稿中 记录了所了解 甲公司的情况和环境 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18年的3月 甲公司和丙公司 签订了销售合同 为其定制C产品 应丙公司的要求 签订了采购合同 向其购买C产品的 主要原材料 然后资料2 A注册会计师 在工作底稿 记录了甲公司的 财务数据部分内容 在录录下 那这道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他这里面说到什么 甲公司和丙公司 签订了销售合同 为其定制C产品 注意这个C产品定制的 然后丙公司要求呢 要与其签订采购合同 向其购买 这个C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这里注意 甲公司和丙签订的是销售合同 然后定制的是C产品 但是丙公司要求呢 这个C产品的原材料 一定要向我来购买 实质上什么 实质上我们甲公司只是提供一个 甲公的服务 对吧 产品 原材料是谁的 原材料是我们定的 然后最终的产品又卖个谁 卖个亿 对吧 那这种模式很明显 就是一个委托加工啊 收托加工呀 嗯 我们接着来看 它的数据啊 营业收入C产品 我们17年是三个亿 然后18年是一个亿 接着我们17年 注意它的成本是两个亿 那么也就意味着 有33%的毛利 对吧 而我们18年呢 9800万 这要注意啊 9800万 我们来算一下它毛利 那就是200除以一个亿 200万除以一个亿 这个毛利率也太低了 只有2% 看到了吗 你看我们17年的时候 毛利率高达33% 而18年的时候 毛利率只有2% 那接着存货 C产品的主要原材料 有2000万 从这个数据又可以坐实了 你看这个C产品的原材料 是向我们丙公司购买的 然后呢 我们最终这个产品 又卖给丙公司 这很显然 我们的假公司 显然是在手托加工 为什么 因为你看原材料 是向我们丙买的 并且这个利润这么低 毛利率特别特别低 只有2% 那2% 显然就是一个 我受托加工 然后加工费嘛 对吧 所以从这个数据 就能感受到 很可能 我们的假公司 把应该净额法确认的 弄成了总额法 好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民企业 它容易做的收缴就是 本来应该总额法 我弄成净额法 我把收入给做小 对吧 但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刚好相反 我们考试的时候 容易 应该是净额法 确认的 谭东森总额法 把他收入成本做大 有同学就说 老师 那你看 他的这个收入是 一个亿 然后成本是9800万 他最终只赚了200万呀 他又没有多赚 对他利润没有影响呀 那为什么有问题呢 注意是有问题的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某一家公司 他给你拿来他的财务报表 他一年的销售只有200万 然后最终的利润也是200万 你会觉得这是一家大公司 还是小公司 你肯定觉得 哎呦这是一家小公司 你看一年才销售了200万 对不对 但如果这家公司 现在给你拿来的报表 是我一年销售了一个亿 那最终我的利润只有200万 虽然我的利润有点低 但是你看我销售了这么大 说明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呀 对不对 所以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他把销售收入和成本也做大了 那无形中是在扩容他的收入和成本 那这会对我们的投资者 会造成一种误导 因此这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块 大家去看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 是看他的经济吗 No 都是看收入的 所以这个收入不能这样去增虚构 该按金额法就得按金额法来进行处理 好 那我们来看 它是否存在重大货风险呢 是的 C产品的主要原材料由客户提供 而且毛利率特别的低 只有2% 并且这道题非常明显 你看去年毛利率33% 今年只有2% 对吧 这个对比太突出了 那该业务可能是受托加工业务 需要采用金额法全收入 可能存在多际存货 一年收入和一年成本的风险 本来应该采用金额法 它只是受托加工 收一个加工费而已 200万的加工费 现在它弄成了总额法 吴信用把它的收入成本 做大了很多倍 所以这块违反什么任理 我们的营业收入发生 营业成本发生 注意存货是存在任理 存货很可能虚增虚构了 因为你不该进入到你的存货当中 你是受托加工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我们少计收入或延后确认收入 那这也是我们私企有用做的 我本来应该确认收入 我推到下一期 我接着往后退 我推它三五年 那对于属于某一个时点 履约的销售交易 未省单位 未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 控制权是确认收入 别人在1月2号 已经取得了控制权 按我们企业会计划的规定 我就该确认 但是我就不确认 往后退 往后拖 那结果 接着是第六 通过调整和单独售价 可变对价等相关的会计估计 达到少计或推迟 全收入目的 看到吗 这个可变对价 也可以拿来操总利润 我想多计的时候 我就朝多计的方向去调 我是民营鞋 我想少计的时候 少嚼嘴 我就往少计的方向去调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种情况 其他的收入无比的迹象 那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对一些无比的迹象也要高度的警觉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列举了哪些迹象 销售客户出现了异常的情况 包括什么 销售情况和客户说出的行业状况 完全不符 我记得有年的真体考过这么一道题目 非常典型 那么这道题目 它的这个主体 也就是背什么单位 它是一家游戏网站公司 这家游戏网站公司 它的收入当中 竟然出现了应诱而奶粉的销售 大家说正常吗 那游戏网站公司 不就应该销售什么 充值卡啊 什么点卡啊 以及游戏相关产品的周边 怎么可能销售应诱而奶粉呢 跟应诱而奶粉 八干子都打不着呀 如果它是一个母音网站的话 那销售应诱而奶粉还是可以的 它是个游戏网站呀 对不对 所以这种往往是有问题的 嗯 它的情况和行业的状况 完全不符 第二 与同一个客户 同时发生销售和采购交易 或者与同售一方控制客户 供应商同时发生交易 注意这是啥 你看我们两个来一个 乾坤大挪移 我是A公司 你是B公司 我向你买 你向我买 我们一片繁荣 对典型的啥 那典型呢 也是5B啊 好 接着三 交易标的 对交易对方而言 不具有合理用途 这点跟我刚才说的 游戏网站 因为应诱而奶粉 是类似的 那第四 主要客户自身的规模 和交易的规模 完全不匹配 你看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 我们的银广下 它对外销售10个亿 结果对方的这个德国公司 注册的资金 才折合人民币不到50万 这完全不匹配 对不对 你能够吃掉10个亿的货 你的注册资金才50万 不到50万 不可能 对吧 第五 与新成立 或之前缺乏从事相关 又经历的客户 发生大量 或大额的交易 或者与原有客户 交易金额出现 不合理的大额征扎 这里要注意啊 这往往也是5B 为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了 你看 假如说假公司 那今年面临的 极大的经营的压力 因为它的市场 是一片红海的市场 而整体的大环境 不太好 然后外贸这块 一直不怎么样 那假公司呢 内外承压 因为内部的考核指标很高 外部的环境又特别不好 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呢 它当年的业绩 才完成了60%都不到 你看还有最后三个月了 能不能把这40%给完成呢 这时候我们管理层就发愁了 往往就开始要 动小脑筋了 对吧 要耍花样了 这个时候 它成了一家公司 假如说 你看10月份的时候 才完成了60% 11月5号的时候 成了一家公司 于是呢 就开始和这个公司 发生大额的交易 一卖 卖了一个亿 八千万 大家说正常吗 这么大的销售 你会跟一个 刚刚成立的新公司 产生这种交易吗 而且都是涉小 不太可能 对不对 因为这个销售的金额 太大了 这往往都是 我们被审计单位 它自己成立的公司 然后通过这个 虚构的 批包公司 来虚构交易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 第五种情况 那这种情况 在我们综合阶段的 题目当中考过 接着我们来看 第六 与关联方 或疑似关联方客户 发生大量 或大量交易 有可能就是 我直接的关联方 我们再起查查 天眼查就能直接查到 还有可能就是 表面上看 根本不是关联方 但实质上是关联方 我们来许多交易 第七 与个人 个体工商户 发生异常大量的交易 大家想一想 我们可不可能 给某个人 然后一交易 交易上八千万五千万 不太可能吧 哪一个人能够 承受这么大的体量 而现在就发生了 这种情况 那往往都是舞弊 接着第八 对应收账款 合同资产 账领长 回款率低 或者缺乏还款能力 可我仍放宽信用政策 你看 我们的假公司 然后应收乙公司 一共是五千万 这五千万 已经欠了三年了 而乙公司经营情况 不怎么样 正常来说 我们假公司 应该不断地去催售 你什么时候还钱啊 什么时候打款啊 对吧 应该天天催 耶 竟然我们假公司 压根不着急 也不催 接着像我们乙公司 设销 再设销它两千万三千万 这正常吗 肯定不正常呀 对吧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们做审计的人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事出反常 必要 这根本就是违背常识的 对吧 不符合我们 基本的商业逻辑的 这往往都是舞弊 好 第九 被审计单位的客户 是否付款取决于 下列的情况 哎 你要让我付款 我是有条件的 你看 第一 能否从第三方取得融资 能否转售给第三方 入经销商 被审计 但有能否满足 特定的重要条件 你要让我付款 就要满足这条件 那往往都跟什么 都跟舞弊有关呀 要不然的话 我们正常销售 我就应该是 我给你销售货 你应该回款 对吧 哪会有这么多 附加条件呀 有这么多附加条件 往往都跟舞弊有关 第十 直接或通过关联方 为客户提供融资担保 那正常来说 我们会给客户提供担保吗 不会呀 往往担保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他还不上钱 我们就得还呀 那现在为什么 你要给他提供担保 很显然 肯定是关联方呀 关联方才可能担保 我们一家人物才担保 对不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销售交易方面 出现的异常情况 第一 临近期末 发生了大量或大量的交易 那期末 我们一定要高度关注 为什么要关注期末 你看 他到年底了 业绩没完成 他到年底充业绩啊 对不对 所以年底会出现 大量或大量的交易 和平常完全不复 出现了这种 卖充式的波动 那对这样的 我们要关注了 你看平时都是这样平缓的 到年底的时候 啪就充上去 这往往都是假的 好 接着第二 实际销售情况 与订单不复 或者根据已取消的 订单发货 会充足发货 这也比较有意思啊 人家实际销售的 可能只有一百万 而我们 最后确认收入是一千万 或者说 这个客户呢 只向我们订购了一次 金额是一百万 我呢 重复给他发了五次 然后我确认五百万 你看都通过这种方式来 许正收入 第三 未经客户同意 在销售合同约定的 发货期之前 发送商品 或者将商品运送到 销售合同约定的地点以外的 其他地点 这主意也是一种 无比的迹象 按正常来说 我们假公司和乙公司约定 你要把货物送到 我们公司这里来 然后我签收 对吧 这是我们正常合同约定 现在呢 我打着和乙公司签合同 然后把这货 送到了我们 C公司那去 跟我们乙公司 八干都打不着 那看上去好像 还是和乙公司签订的合同 但实际上 根本不是 是挂羊头买狗肉 典型的 无比 接着第四 被审计单位的销售记录表明 已将商品 发往外部的仓库 或货运的代理人 却未指明任何的客户 大家想有这种好事吗 看 我们到年底了 12月15号的时候 发了一批货出去 然后谁接收不知道 那收货人没写 还有这样当雷锋的 大家想一想 有这样当雷锋吗 那货不是钱买的 不是用我们采购的工程员 材料生产的 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肯定不是呀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连收货人都没有写清楚 很明显 通过这种方式来 许增许购收入呀 造假呀 第五 销售价格异常 明显高于或低于 被审贷和其他客户之间的 交易价格 往往许增收入比较多 那就是我前面说的不够你 正常卖15块钱这一笔 我卖给我的兄弟公司 我一下卖150块钱 高十倍 这样帮助我许增收入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对我们下期再见 对我好